我們現在這個貴翁的發展是這樣啦 那個光負數據 其實這個光負數據它也是走在整個前端 整個發展的前端 怎麼說呢 它在民國85年就開始引進電子輸碼 86年就開始發展網際網路 所以說它走很快 87年成立光負IPM多媒體電腦教育中心 來做一個社會網際網路的發展 是說它發展的部分 在91年的部分 就因為做國內九年一貫的教科書 它發展後有總控 所以說導致它就是倒閉 這個公司倒閉 這個網工就要欠薪水 就有千幾萬 加上它還發行股票5億 但是很多網工都有潤股的損失 所以說那段時間我就在想說 我們這個人原來工作的年紀也不小 都是一個媽媽姊 我就是說另外他們的欠薪 我就是跟他們承諾 欠薪是欠薪水 我們一定是負起責任 因為對他們來說 家庭也需要價值 所以說我跟這個光護家的優秀的同仁 那麼集結起來 我們就是開始做一些 我們這個發展 這個視訊教育 在這個光聯國際文化當中的時候 我們就是主要就是 於我們行銷 我們這個推廣 是我們的這個主要的工作 那麼當然啊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現在的部門就是 跨足到這個環影知識科技 我們也是 整個來主導整個製作的流程 因為我們在基站 在銷售、基站在推廣 知道說 現在這個學生 現在這個家庭 現在這個社會 他需要怎麼做一個互動 是更加的直接 來做一個製程 能夠達到一條邊的推廣的效應 所以說這個部分來說 當然我們希望的部分就是 更加努力 可以為我們現在國內的 學生也好 老婆老婆家庭也好 更盡一分自己的心理 可以來做一個後面 不管是視訊教學 直播教學也好 這個部分 我們能夠讓他 能夠更加的 能夠貼切 更加能夠發展得更好 這個大概是我們 整個一路 從整個環境 官務處理到現在 這個比較重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